来我们这边问一下 Amanda老师 来来来 这个什么星座的人 财运会随着年龄增长 越来越好 我们今天呢 就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金星 以及上升星座 这三个部分来观察 因为我们都知道 每个人星盘当中的金星 这颗行星呢 它与我们的这种消费态度 你怎么花钱 怎么赚钱都有关 所以讲到跟金钱财务有关的话 自己的金星 一定要好好地留意 金星 看金星 对 我们今天从星盘当中 这三个部分来看 金星是管 管很多 金星可以管爱情 它也可以管金钱 爱情管金钱 对 这两个都有关的 可是它是爱漂亮加虚荣 又要面子 对 这待会我们来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对 对 好 你看一下秀芳姐 太阳在处女座 金星也是处女座 也是处女座 应该比较保守吧 待会我们会说一下 这是卡感情的 你真的活该啦 真的 想很多的 然后上升是天秤座 对不对 那像晨阳大哥呢 太阳在射手座 上升在双鱼座 金星呢 在摩羯座 好 我们来看看 会随着年龄增长 财运越来越好的星座 而且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让财运越来越好呢 第三名就是有落在 处女座的朋友 因为呢 锯杀成塔 而且会获利倍增 我刚才看到秀芳姐的这个 太阳金星都在处女座 是啊 你去看很多处女座的朋友 秀芳姐的例子可能比较特别 很多处女座的朋友 我们在讲投资理财的时候 他们不会一次全部梭哈 因为发觉处女座的朋友 他很少真的看到一个标的 我觉得很值得投资 我就大笔买进 他们喜欢怎么样 我们就会喜欢说这种 这边买一点 这支股票不错 我买个一张两张 另外一支股票也不错 我也买个两张 我就是这样子啊 我常常跟朋友讲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分散风险 我们讲这是一个很棒的优点 但是它漏才是漏小洞 最后一样就是都漏外 去杀成塔 这样子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 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个 小小的盲点在什么 你知道每一次 每一笔买卖都要手续费 所以你可能比方说 我一次大笔 可能买进一支两支的 这种股票 可能这个相对 当然它是以交易金额来看 但是如果你进出 比较少的时候 你扣手续费的次数 会比较少 那处女座的朋友 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小资族 对不对 我就是这种零股买一点 不错 这个观念很好 可是有时候 你买卖太频繁 你很容易赚到一点点 你都被手续费给扣掉 所以在年轻的处女座 我们讲年轻的处女座 她可能觉得我投资了半天 我好像这种 只赚到一点点钱 校方姐不知道会不会 我听朋友讲 我这个也买 那个也买 我很忙碌 每天这种 关心很多的这个指数 最后一结涨 但是我要跟老师解释一下 我不是在买 卖股票这一方面 比方说 我为了不被扣ATM的七块钱 我开车去我的原银行 好棒 对啊 好棒 我觉得我 省了七块钱 没想到有钱 时间 跟停车费 有才违规违停的罚单 对 我要讲的就是有一天 我正在里面提前 我就是下车停在那个ATM门口 去提前 一转身我的车不见了 被拖走了 好棒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对 所以我们说很容易 就是我们看起来赚了一点点 可是也损失了很多 那为什么财运能够越来越好 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忍得住 我看准了 虽然我可能有点分散投资 对不对 我们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但是我随着时间 你知道就对于投资理财方面来讲 时间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我们讲说一个工具一个武器 随着时间 我慢慢去累积 让他自己去 自己去利滚利去赚钱 所以当了一定年纪 一定时间之后 我们会发觉 回头一看 那个获利 那个财运是非常棒的 好 这是处女座能够我们说 随着年龄增长 财运越来越好的一个一大原因 第二名如果有落在 双鱼座的朋友 因为广结善缘能够增添财运 我上榜了 上升 对 陈阳上升在双鱼也有 你当年请客的一百个人 如果到了以后能有一个人 还跟你有来往的话 看是不是贵人 对 对 陈阳有上榜 然后我刚才看到秀芳姐 你看你的上升是天平 对不对 你的太阳在处女 所以你个人的星盘 你的太阳是落在 类似双鱼的一个宫位 所以秀芳姐是隐性的 带有双鱼座色彩的人 那这是怎样呢 我们来看是怎么样 等一下慢慢告诉你 双鱼座特质的人 我们讲这比较年轻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是一种 隐性的很阿萨里 很好客的一个星座 对不对 就像刚刚程杨讲的 我就是那种出去都要跟 就是我很爱请客 甚至有时候 你真的跟双鱼座的朋友 像跟秀芳姐跟陈阳姐出去的时候 我真的都没机会把我的皮夹拿出来 就是我们要去点餐 我还正点完什么的时候 然后他马上就说 这一餐我请 他是还会问说 那你要不要再多点一两道菜 这样子 你说他们其实是出自内心的 会觉得我们今天都是朋友 对不对 那这个我多出一点 大家开心 这个都很好 可是也因为这样会双鱼座 在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守不住钱 我讲年轻其实是有点保守 我讲实在话 双鱼座的朋友 这一辈子你真的很难把你的皮 皮夹的这个拉链给拉上的 因为他们永远都会觉得 反正只要我有能力 大家这个开心 或是大家这个帮朋友多富一点 负担一点都没问题 可是双鱼座的人怎么样才运好呢 就在我们这种我们说把朋友当成家人一样的一个互动当中 不知不觉其实真的会有好人员 你要知道靠自己的力量来赚钱 不管说我自己一个人很认真工作赚薪水 赚这个公司给的福利 或是我自己很认真理财 其实那个能够赚到的钱都有限 很多真的你去看到这种 我们说可以这种有大笔进账 财运很好的 有时候真的是要靠一些贵人运 好这个我记得汤老师最爱提到的嘛 这种人脉就是钱脉 好不好意思 今天借我先用了一下 双鱼座的人呢 他们真的就是这种人脉好 钱脉财运都会来的星座 好所以像两位来宾 你看年轻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故事 都已经铺下了非常好的一个人脉了 对不对 那广结善缘 所以到了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 其中的那种留下来的朋友 是真心相待的 那有什么赚钱的机会 朋友这种告知一下 其实他们的财运就会大开了 第一名呢 我们要恭喜的就是 有落在射手座的朋友 又上榜了 因为懂得筛选会不再挥霍 陈阳你看 你是这个双鱼加上射手 所以确实刚刚你讲的例子 你在二十几岁 就有这样的一段历史了 为什么 因为射手座的人 他们也是非常的好客 而且加上热情 你知道双鱼座的朋友 他们是很好客 没有错 我们讲双鱼座的人 出去也很爱请客 对不对 好 那双鱼座 它是属于什么 就说那种 好 大家都点好餐了 或什么 那我来请这一餐我出 那射手座它是那种 除了很这个好客之外 他们还会很热情 很积极的 在家里觉得好像 最近这个疫情趋缓了 那要不我来揪一个局好了 对 打个电话说 大家好久不见 我们一起度过这么艰辛的疫情了 大家出来这个支持一下经济的这个活络吧 马上揪一团 然后大家聚餐 这一餐我请 也就是说他们热情又好客 所以真的很多射手座 在不知道节制的情况下 那种真的是财务透支 甚至是有点这种卡在啦 或是到这种 真的会嘎不过来的情况 还蛮常出现的 但是射手座有一个很棒的特质是 他们是其实能够懂得去控制的 就是我刚讲了 双鱼座的这个皮夹钱包 这个很难扣上 但射手座不是哦 射手座是它花的时候 会花得非常的豪迈 好他们真的是没在眨眼的 买东西犒赏自己 一定要买最好的 好甚至是那种 看到当即的流行的名牌 想要有马上卡就刷下去了 这是射手座花钱的时候 可是另外一方面 当射手座自己觉得 其实我意识到不对了 我不能够在这样子透支挥霍 不知节制的时候 射手座它能够很棒的去贯测 我现在开始 我就要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 好程康也许可以跟我们 分享一下你的例子了 待会说 那所以当他们懂得去克制自己 不再挥霍的时候 他会发觉慢慢的 其实开销变少 可是我过去累积的好人员 我种的这些福田都还在 所以一样的这种人脉 还是存在着 所以我又可以这个节省开销 又有一些额外的进账 自然而然财运就会越来越好了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老师 讲到漏财的状况 有很多种霸霸旧 都是没有理财的观念 爱乱买 乱花钱 乱投资 真的是我第一名 没有概念 不知道那个钱 那个钱多难赚 首先问一下陈阳帅哥 说你年轻的时候 就是爱乱花钱 然后基欠上百万的卡债 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 因为我从小我觉得 从小要给小孩理财观念 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从小就是妈妈 都不给我零用钱 就是我想要什么 妈妈就会买给我 然后呢 长大之后呢 你就发现 你要什么他都给你 对 他都买给我 但是呢 但是也不是什么都买给我啦 就是他觉得可以买给我的 他才会买给我 就是从小都不让我们碰钱 所以当我二十出头 就是到外地去念书的时候 然后拿到自己的 就是拿到自己的零用钱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 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那个 就是使用金钱的一些观念 对 就好像脱了这样的野马一样 然后就拼命乱花 你那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 第一次赚到钱都拿去买什么 名牌啊 然后买那时候流行的什么 马丁大夫之类的 看他的鞋子就知道了嘛 对不起 我会跟我帅哥美女的 爱漂亮啦 爱乱买啦 二十出头的时候 办了人生的第一张信用卡 要死了 当年的那个 才二十出头耶 然后呢 我自己的卡刷不够喔 你们知道吗 我竟然还偷偷地拿我爸妈的身份证 然后呢 去办了他们的信用卡 这个说要夭壽 对 真的是夭壽不好 然后呢 我就把所有的卡 都拿去买名牌 然后请朋友吃饭 然后去住大饭店 然后呢 就这样子 才没几个月的时间呢 我就发现 积欠了大概上百万的卡债 没几个月就上百万啊 真的 因为就是太爱乱买了 然后太爱庄阔了 然后后来呢 东窗事发 因为你 我一开始就是比如说拿A信用卡 然后去补B信用卡的那个 最低樱角金额嘛 就这样乱补 乱补这样 然后最后呢 东窗事发了 银行就找上我了 然后也找上我爸了 然后幸好呢 我爸 他人真的很好 虽然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了 但是他那时候就是出面 然后帮我解决所有的卡债 就帮我还清 要不然到时候 要不然当时我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伪造文书 然后可能就要去做老之后的 因为你偷用你爸爸妈妈的 身份证去办卡 伪造他们的签名 所以才二十出头 就欠卡再百万